观影家布料企业特别和社区共同携手合作 开办手作课程 让原本要丢弃的废布料可以再利用 巡员们也拿着成果展现创新的手编艺品 这些作品都是将原本被视为废物的布料编 透过手作有效延长废布品的生命 也让这些妈妈们在这里找到成就感 对 很开心 退休了有这种工作可以这样 加减做的很好 很多朋友 尤其是有一些很会勾的人 跟他们学习真好 每一个人都很厉害 一个一个比一个还厉害 大家都做得很好 教学乡长 我在这边也看到很多别人的创意 技巧 然后交流 最重要一点是这些妈妈们找到她的成就感 老人家有一个窗口 然后我也得到我恒大帮助别人 就是说与人为善这一点是我最大的收获 我可以在这边把我会的东西交到 他们也能够拿到自己手作的成品 这一点是我最大的成就 倒不是说这些东西有多珍贵 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他们来讲独一无二 对我来讲也是独一无二 那东西的价值不在它的美感或是怎样 而在于它是手作的 手作的东西是全世界最有温度的成品 那这些妈妈们她在勾的当中 她能够产生一种我原来还可以的 她能的我也可以 所以那样的一个感动 她是感动她自己 当然我也最被感动的是我自己 我一直都觉得作为一个人 什么样是她的价值 只要对别人有帮助 她就有一定的价值 企业董事长黄国鹏表示 这里的废布料之前都是用于燃烧处理 现在透过再利用 不仅有助于减少浪费 和降低对环境的冲击 更是用行动支持永续环保 我把这些本来要丢掉的东西 变成一个一个的作品 然后把这些东西变成可以用的东西 其实最早我在想 我看到的话想的是 只是一个脚踏布 因为这些布 我发现我们不管有一些厚度 做脚踏布比市面上买的还好 所以那时候才会跟他们讨论这个事情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我们在做碳盘查的时候 那碳盘查的时候 我问那个就是我们处理碳盘查的那些同事 他们跟我说老板 你减太快了 那个人家 我又有蓝盘查吧 那蓝盘查有很多的热源需要做吧 那大家还在烧重油 烧煤炭的时候 我十几年选就把它改成瓦斯了 我是台湾第一家 把那个热能改成天然气来烧的蓝盘查 那我也做了很好的回收啊 那该解的都解了 像该收的都收了 像我整个这边整个立地 那个浇灌是从雨水到滑漆嘛 滑漆再自动抽出来浇灌 反正能做的大概都做了 所以说老板你大概没得剪了 那做碳盘查要剪碳 没得剪 那不就很糟糕了吗 所以呢那时候就想说 就想说我们还有什么好钱的 总不能只有靠政府台电那个 力量增加来来剪吧 我们找一找我们还有什么好钱的 就找到我们每一年 还是要拿很多这些 绘布啦 绘编条啦 拿去把它烧掉 那这些东西 如果把它变成有用的东西 是可行的 那我有一个好同学啦 他也喜欢勾毛线嘛 那给我发想说 哎我这个虽然粗一点 应该也可以 也可以来做一些有用的东西啦 大概是这样子啦 黄国锋说 透过时尚再利用 希望能够欢喜更多人的 关注环保议题 共同减少对地球的负担和伤害 借此建立完整的时尚循环体系 展现全新的永续生活态度 记者东宇飞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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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